字幕作者 李宗盛 這個 就叫做跨學科研究 所謂跨學科顧名思義 就是有不同的學科 放在一起有個混合 這是比較弱勢的說法 或者沒有那麼強的說法 強的說法就是 跨學科會對個別學科的領域 研究範圍、方法都有所質疑 今時今日這個世界 就是對個別學科的一種歷史上的發展 以及它的認知 就開始有一個所謂跨學科的角度來取代 因為在二十一世紀來說 不論是我們的知識範疇 以及我們的方法 都覺得所謂現代主義發展出來的 在大學裏面的所謂每一個學系的範圍 已經差不多到一個時候 文化研究本來已經是跨學科的一個學術領域 甚至乎我們真的不想叫文化研究是一個學科 一般的文化研究 它仍是傾向比較將注意力放在人與社會的種種關係 因為它的來源是來自比如說馬克思主義 甚至乎是一些社會學裏面的一些事事角度 但是文化研究就是第一它是立體很多 它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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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再扩阔它 所谓跨学科的范围 我们是包括得很广 例如我刚才提到 科学与人民学科 这个都是很广泛的 举个例子 生态学、生态伦理 伦理似乎在人民学科的哲学 或者在伦理学那里 但是生态 本身已经是一个自然科学 这个字本身 已经包含了 跨学科的一些 内涵 以及方向 我欢迎 差不多所有 读大学本科 什么科目呢? 对我来说都不太特别 有什么特别要求 当然 你读完对文化事业有兴趣 这个一定是首选 然后你对文学的 你对媒体的 这些有兴趣 也都 我经常都说 同学来读这些课程 就是可以充电的 可以将它的所谓 理论上 它的视野 它能够有什么突破 都在这些地方 有所提供 这些同学 这个课程学到什么呢? 其实我一直都和他们 第一课 读这课程 你在电脑里面 你可以去找到的 你去图书馆找到的 对我来说 那些你自己 就可以做的 你不需要交学费 你去读这些东西 其实最重要 你学的是一种态度 你学的 我经常都说 你不是学知识 你是学朕 怎样去学 你要来 学怎样去学习 那个学习 就是天大地大的 你是可以去发挥 你自己的 个人的兴趣 你的领域 你本来的背景 然后呢 你在一些理念上 当然我们理念 不会完全远离 一些实际的 日常经验 我们经常喜欢 将这些 日常经验 拿出来 做例子 但是我们学的 就是如何去面对 这些个别的事项 将知识 如何去 所谓有个创新的知识 最重要是这些 所以很多时候 在业的同学 他们就觉得 这些东西就是 本来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是有个所谓的充电 有个充实 它能够将视野 扩阔 经常 同学就说 我得到很大的 所谓的启发 启发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目标 我们的课程的特色 就是第一 就是我们用英文 因为英文是 它扮演的这个课程 我们用英文 其中一个目标 可能是香港 今时今日去中学 学校通式教育 我所认知 就是 差不多没有一个 对 特意训练 就是 教通式的老师 是用英文 去上 这是第一点 还有 文化研究 我也提过 其他的 它基本上 也是 将重点放在 所谓传统的人文 学科 人本主义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对我来说 今时今日 已经很不适用 很不足够 你要的 你就要将 所谓人与非人的关系 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人与动物 甚至乎是植物 一个山 一条河 的关系 都应该要拿出来 是有所涉猎 有所认知 那 我们所谓全球化 就不只是一个地球 这么简单 是整个宇宙 我们的一个 一个 有这么放大的 一个 所谓世界